这是一个我用了很多年的插头 大家有没有看到 和我们屏障的插的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金属平衡小孔 那么 这个小孔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这个小孔的作用非常大 我呢也不明白 现在的电信商品上面为什么不做这个小孔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面这个小孔 它真正的用途 这种插头 是配合专用插座使用的 我这个插座 是小儿子产的一个家用插座 大家看得没有 这种插板的插孔 和我们国内屏障使用的大不一样 它两个插种是斜的 毕竟还是带一点弯度 然后我用带口的这种插头 插到里面 正常情况下面 一手轻轻一拔 就可以拔出 但是 我改变一种连接方式 把插头插进去之后旋转一下 可以听到咔嚓一声 插头旋转一定的角度 这个时候用力也表不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插头 被锁在里面 被锁住了 这个时候如果想拔出它 再把它旋回去 就会轻松拔出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实用啊 再给大家听听 锁紧时清脆的声音 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们把插座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插座两头大的磁铁 便平常使用的时候放置 拆开之后大家看一看里面铜条的结构 里面使用的铜条还是比较厚实的 大家看到铜条上面这里一个 小的奥孔没有 这应该是冲压下去的 这一面 奥下去 在内侧就会凸出来 带孔的插头插进去之后 我们旋转 这凸起部分 就会卡住 插座的这个孔 卡住之后自然就拔不出来了 想要拔出来的话 只能把插座旋卷 凸的这个凸起的部分 才可以顺利拔出 原理呢其实非常简单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但我呢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好用的功能 国内的插座和插头 就不使用了